你好,欢迎来到复杂科学前研课,我是张江 课程的第一讲,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复杂科学到底在研究什么 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才有我们后面的整门课程 听复杂科学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想 这一定是一门研究复杂的科学 什么复杂就研究什么 比如,国际局势是复杂的 或者保险合同有那么多条款,也挺复杂的 甚至说,我女朋友的心思也挺复杂的 是不是复杂科学都在研究呢 不好意思,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 每一个是复杂科学要管的 我们复杂科学对研究对象有着非常严格而清晰的定义 就是复杂系统 那么,什么是复杂系统呢 我来说三个例子,你猜猜其中哪一个是复杂系统 第一个例子,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跑车 你如果有本事把它拆了,就会发现 它是由齿轮,变速箱,轮胎等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的差不多两万多个部件组装而成的 这个系统够复杂的吧 第二个例子,你家楼下小商贩们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市场 可能是因为这里比较不起眼 一群小商贩们会经常来这里摆摊 有卖烤羊肉串的,有卖手机配件的,还有卖菜的 城管一来,这群小商贩们就一哄而散 这么一个每天乱哄哄的市场,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呢 好,第三个例子,飞翔在巴黎上空的两鸟鸟群 两鸟是一种生活在欧洲的鸟,经常几千甚至上万只聚集在一起 形成规模庞大的鸟群,乌鸦鸦的一片 会像一只大水母一样,漂浮在巴黎的上空 鸟群里的两鸟飞得再快,也不会发生碰撞 更有意思的是,当规模庞大的鸟群朝埃佛尔铁塔飞去的时候 它们会动态地分裂成两个新的鸟群 分别从铁塔的两侧绕过去,然后再重新汇合到一起 两鸟们的行为也够复杂吧 这三个例子都是由大量的个体而组合成的系统 而且看起来似乎都挺复杂的 那么哪一个才是复杂科学要研究的对象呢 答案是第三个,鸟群 我来说说为什么是它 鸟群可以在没有外界因素干扰和控制的条件下 自发地形成井井有条的秩序性 就好像每只鸟都事先被编好对了一样 而这种秩序并不意味着死板 当它们面对障碍物的时候 还会灵活地调整对星 以适应新的环境 也就是说鸟群同时具有了秩序性和灵活性 再来看兰波基尼跑车 这个系统虽然也非常有序 每个另部件都在正确的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有序性显然不是零部件自发产生的结果 只有当你,也就是驾驶员 踩下油门的时候 所有这些部件才能够有条不紊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 当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 跑车也不会像变形金刚那样 灵活地适应环境 也就是说跑车只有秩序性 而没有灵活性 再来看楼下临时的市场 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 也无论是烤串还是手机壳 所有这些人员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出 这体现了它的灵活适应性 然而这个系统却灵活的有点过头了 它很难让我们联想到 井然有序和有条不紊 每一天这个市场都是人来人往 乱哄哄的一片 市场只有灵活性而没有秩序性 复杂科学研究的对象 就是那些类似鸟群 既有秩序又不识灵活的对象 这种系统非常特殊 想想看 鸟群居然可以让秩序性和灵活性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点 和谐共存在一起 你看 秩序性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规则 有规律 而产生这种规则规律的办法 往往是通过严格的控制来实现的 就像一般人 根本没有办法制作出兰国基尼跑车一样 因为你根本达不到人家 超级严格的制造工艺 但严格的控制 往往会让这个东西过于死板 失去了灵活性 就像交易市场 如果国家管控的过严 市场自发调节的机制就会失灵 价格不能反映人们的真实需求 所以同时具有秩序和灵活 这两个特性的系统 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系统 不过 这种系统又随处可见 比如说深海中的沙丁鱼群 他们也是成群结队的一起行动 在纪录片里 当一条沙鱼袭击的时候 沙丁鱼群会非常灵活的 集体调转方向 迅速让出一条通道 让沙鱼扑个空 这也是一个既有序又灵活的例子 我们人类社会 也有很多这种既有序又灵活的系统 就比如 我们天天开车行驶的公路网络 就是一个例子 庞大的交通网络 无疑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系统 每个路口的红绿灯自动闪烁 精准地调控着 各个方向车流量的快慢和多少 但它同时也非常的灵活 假如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阻断了公路网的几条路线 那人们马上就可以开辟出 新的绕路行驶的方案 就连非生物件 都存在着这样的例子 只不过 我们需要把我们对 灵活性的判断标准 适当地放宽 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湍流 乘坐国际航班的时候 你可能偶尔会听到这样的提示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正在经历湍流 Turbulence就是湍流的意思 湍流是怎么形成的呢 当空气或者水 在流动速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们的运动状态 就会比较平稳 而当流速更高一些的时候 空气或者水 会呈现出波浪形的抖动 而当流速更大的时候 它们的流动 就可能发生混乱的抖动 看起来好像毫无规律 但是偶尔 湍流当中 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漩涡 如果拍下来 仔细对照 你会发现 这些漩涡 有着符合数学公式的 对称性的螺旋曲线 所以 这个漩涡 就是湍流中的自发秩序 而 无规律的抖动 可以看作是灵活性的 某种体现 总而言之 同时具备自发的秩序性 又不发灵活性的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 实在是举不胜举 为了方便称呼 我们复杂科学的研究者们 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复杂系统 而这种自发的秩序 与灵活共存的特性 就被我们称为复杂性 听了这么多的例子 你可能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你们复杂科学家们 研究什么不好 为什么偏偏 对这一类具备自发秩序 而又不失灵活的系统 情有独钟呢 我总结了三条原因 第一 它们真的太好玩了 我这里说的好玩 是指这种复杂系统 往往会展现出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性 就比如说 你可能很难想象 小小的沙丁鱼 在碰到沙鱼的时候 它们会迅速组成一个紧密的 高速旋转的漩涡 近视的沙鱼 很可能会把漩涡 识别成一个体积庞大的对手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口 你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 蚂蚁不仅能够找到 搬运食物到巢穴的复杂路径 甚至还可以把这条路径 优化为最短路径 而所有这些异常的本领 都需要秩序与灵活的共同配合 因为只有巧妙的协调这两种因素 才能够让一个系统 完成非常复杂的信息处理任务 如果一个系统只有秩序 它虽然可以很好地完成既定任务 但却容易失去灵活性和创造性 这就是为什么大量人造的机器 就像兰博基尼 虽然很精密听话 但它本身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而过于灵活的系统呢 则更像是一盘散沙 很难形成让我们眼相一亮的 秩序性结构 所以巧妙的平衡秩序与灵活 才是这类复杂系统 能够很好玩的关键 第二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 完全不同的复杂系统 却存在着本质上相类似的规律 这一点也恰恰是复杂科学 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为复杂科学的使命 就是去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比如说我们发现 用一组非常简单的算法规则 就能够在电脑中逼真的模拟出 杀丁鱼群或者是两鸟鸟群的轨迹 而且这两者的差别 仅仅是一个参数的小范围调整 再比如 蚂蚁觅食的机制 其实和更小的单细胞生物 阿米八重的觅食机制一模一样 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中讲到 第三 人类比任何其他物种高明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可以模仿现实中的复杂系统 用于工程实践 比如科学家根据鸟群飞行灵活秩序性的特点 在计算机中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粒子群优化的算法 这种算法目前已经被用于解决一大类工程优化问题了 比如交通规划 数据分类 图像处理 资源分配等 相比人为设计的最优化方法 这类从复杂系统中借鉴过来的方法 往往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复杂科学研究的是既有秩序又不失灵活的系统 这种特性被称为复杂性 从生命到非生命 再到人类社会 复杂系统比理皆是 复杂系统既能够展现出多种多样的现象 又能够体现背后本质的规律 还能够被我们用于工程实际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复杂系统的根本动力 感谢观看